托文哲主席他从来没有说他不知道金华城案 他有接到陈情 然后有按照程序交办 然后由局处来依法办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当然知道有这个陈情案 在案子以后交给相关专业单位之后 他不可能去干涉个案 台北市议会有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故意在把当年的状况 用撒喷脏水的方式 影射各种的项目 不管是对柯文哲主席 或者是对台北市政府的整个公务系统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侮辱 想问一下说这个山山委员 就是今天有这个金华城的外部委员 在有出发文说 就是政治人物不能已不知道 然后就直接带过 然后想问山山委员怎么看 我想应该是这么说 柯文哲主席他从来没有说 他不知道金华城案 他有接到陈情 然后有按照程序交办 然后由局处来依法办 那程序上面都有经过市长 比如说他的签署的公展 这些他都知道 但是签署公展之后 就是交由相关单位去依法办 那台北市政府有都市计划委员会 他有他的程序 我想从以前到现在 任何的市长都不可能去干预 都委会的任何程序 包括干涉他们的会议 或者是给他们下条子 下指示 所以市长的说法 他的出来的说法应该是 他交办以后 由都市计划委员会 已经依法去执行了 那公开展览就是要让全民都知道 所以要开所谓的地方说明会 要开都委会的专案审查 审查完毕之后 有相关的会议记录 而这个会议记录 当然要有公开 也就是说 最后的结果 他不会干预 也没有参与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当然知道 有这个陈庆案 的案子以后 交给相关专业单位之后 他不可能去干涉个案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现在从台北市议会 有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故意在把当年的状况 用撒喷脏水的方式 不断的在灌射 引射各种的项目 不管是对柯文哲主席 或者是对台北市政府的 整个公务系统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侮辱 优势的公务员 他们很认真的在工作 包括讲的第一 雨果市场的改建 一样所有的预算 是经过台北市议会通过 那个预算在当时 没有办法招标流标 其实议会也下过 非常多次的所谓的附带决议 要求市府尽速的处理 如果是我们刻意的 剪相八包 然后图例个人 那台北市议会 整个在省议的过程预算 下这么多附带决议 给了这么多的钱 这个部分议员 其实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民进党 跟国民党的议员 现在都利用片面的资讯 故意在这个案子里以外 再故意制造新的脏水 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谴责的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要把事情讲清楚 就拿出证据来 而不是这样每天泼脏水 台湾的眼睛 民事